好 接下來是一個探索活動 他給你一個表格 告訴你 啪啦啪啦 啪啦 啪啦 然後去畫圖 把它標出來 畫圖 我幫你畫好了 畫這樣 然後呢 如果經過電腦處理 把它平滑畫 就像這樣 平滑畫 然後問了一些笨問題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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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是康軒克本的問題 問的人比較少 這個呢 算是當作有人問過啦 他問你 A 跟 C 叫做什麼 A 就是第一個最高點 C 就是第二個最高點 然後你 B 跟就叫做什麼 B 就是第一個最低點 就是第二個最低點 最高點叫什麼 最低點叫最低點 這個偶爾會有人問的 不是沒人問 偶爾也會有人問的 請問他叫做啥 來 最高點叫做啥呢 27號 27 移動 帥哥 27 來 曼曹 請坐 最高點叫做 那個最低點叫做什麼 最低點叫做什麼 這個 這個 來 這個人叫做啥呢 Number 5 霹靂5號 霹靂5號 Number 5 5號 最近叫做什麼 甘草很好 這樣很簡單 偶爾會有人問 好 他問你每天有幾次滿潮 你看看圖就知道了 他也是希望你看圖了 不過你不用看圖 你不用看圖你也知道啊 你不用看圖你也知道啊 老師說要背 老師說要背 每天有幾次滿潮 幾次甘潮 可愛的31 31號 來 每天有幾次 兩次 兩次 都兩次嗎 對 對 請坐 兩次甘草 好 請問你 10點鐘跟4點鐘 先問10點鐘 老師說 叫你畫波浪圖 畫波浪圖 就有這個好處 畫完之後你只要一點就曉得了 來 上午10點大概在這裡 上午10點 好 上午10點大概在這邊 這是上午10點的位置 啊這個時候叫做啥呢 這個時候叫做什麼 叫做 滿潮 甘潮 漲潮 落潮 這時候叫做什麼 第14號 落潮 你說說 啊這個時候叫做什麼 那下午4點鐘呢 16點 16點在哪裡 16點在這邊 大概在這裡 啊這叫做啥 這個叫做啥 這個叫做啥 帥哥男 這是女生 男生有嗎有24 漲潮 請問你A跟B差幾公分這個這個很少人問這種問題啊 幾乎沒有人問過這種問題因為實在太無聊了 A A多少 A是第一個最高點35公分 B是第一個最低點 叫做負40 30跟負40差幾公分 75 很好 所以我直接報答案 幾乎沒有人問過這種問題 就問你超差的 相檢就 就相檢就好了嘛 兩個相檢就就就有了 所以這個問題 這種問題 而且這種加減法 小學就會的事情 這實在是沒怎麼好考 所以幾乎沒有人問過這種問題 問題常態有多大 啊 就這樣子 75 100 其實兩個相檢就沒事 所以就直接報答案就好了 也不用在那個 好 不用在那個 好 請問你A跟C之間差多少時間 這題也很 這題也 不太有 蠻無聊 為什麼很無聊 因為他都只有小時啊 他連分都沒有啊 A是第一個最高點 叫做6點鐘 B是第二個最高點 叫做10分2點 80公分 請問你6點到10分2點 差多少小時 12個小時 他連那個25分鐘 他連那個25分鐘都不會有 因為他只有到小時啊 所以也很無聊 沒怎樣 好 那下一個呢 觀念重要 可是很少人這樣子考 可是問你說 這兩個對外有沒有差別 你把那個左邊這一半 移到右邊那一半 有沒有長得很像 有 可是有沒有時間差 有 有時間差 為什麼有時間差 因為月球會繞地球 攻轉 每天會延後 50分鐘 這個時間差 所以我說觀念重要 可是 基本上沒人這樣子問就對了 所以 這個是 康軒的 探索活動 基本上會這樣考的人 比較少 但是呢 下面要出現的是 以前 舊課本的活動 那個會考的人 就比較多 會考的人比較多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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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